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长江边 眼前大家所看到的这座大桥 首先是非常知名的一座垮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它也是我国第一座公贴两用的大桥 大桥全长1670米 上层走汽车的双向四车道 下层走火车的 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壮观 我现在为武汉长江大桥的武昌桥头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天台的位置 这么热的天 大白天的好多游客和市民在这边拍照 一波接着一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位置 每天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每天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以及以下大小的网红 都会到这个位置来拍照去景留恋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长江边这边装了一个护栏 因为最近在电视线 这个雨水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长江的水位上涨了好高 所以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到这个水边区 我们现在到这个武昌里的天台上面去看一下 看它上面人多不多 临江大道 我现在上到这个武昌里的天台上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特别是早上晚上人特别的多 很多人在这边拍照 看到没有 大白天也有好多人在这边拍照 应该是外地的游客 因为这个位置也是拍摄长江 以及长江大桥的一个最佳地啊 前面的话还有一个相亲角 看到没有 好多人在这边拍照去景留恋啊 早上晚上这个天台上面可以说的人山人海 如果住在附近的居民有时间可以到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 哇塞 朋友们快看啊 那个长江的江面上有个什么东西 刚刚存那个长江大脚下面穿梭过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正在这个江面上面快速的穿梭着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边是这个轮渡 坐轮渡可以到对面的汉口去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等一下拉大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哇塞 看到没有 朋友们 好像一条蟒蛇刚刚寸长江大脚下面穿梭过来一样 特别的像啊 正前方的话是那个龟山电视塔 这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是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经理连接汉阳区武昌区的过江通道 位于长江水道之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贴粮用的长江大桥 也是武汉市重要的历史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素有万里长江低桥的美誉啊 那个东西跑得好快啊 一下子跑好远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长江大桥这个位置 我每次过来这边人都是比较多的啊 大外天这么热 还有好多游客在这边拍照 好多人拍完照之后啊 顺着这个斑马线可以到对面的户部巷去吃小吃啊 所以说朋友们来武汉旅游的话 可以到长江边观赏长江大桥移江景 到户部巷去吃小吃啊 长江水位确实上涨了好多啊 看到没有 这个护栏这个梯层啊都淹没了好几层啊 因为我上个月过来的话 这个下面好多这个石头 这个江山边石头漏在外面啊 今天过来这边水涨了好高啊 这边也装了一个护栏啊 下面还有一个人在这边游泳 朋友们来这边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啊 这个大桥下面这边人比较多啊 看到没有 好多人在这个下面吹降风 乘凉的啊 有很多的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 到这边来乘凉的 这里还有摆摊的啊 瞧下面好多游客在这边拍照啊 每天的这个位置都很多人在这边拍照啊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每天在这边的拍照的游客 以及市民啊 真的是非常的多 有外地的 有本地的啊 哇塞一走过来好凉快啊 看到没有 这个美女在这边拍照啊 给两个叔叔阿姨在这边拍照 这个位置真的特别凉快 夏天走过来啊 真的是这个降风吹的特别的舒服啊 看到没有 一早一晚这边人真的是超级的多啊 朋友们如果来武汉旅游的话 也到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啊 哇塞 这个石头啊 好光流啊 看到没有 汉阳门 这个石头的话 每天有很多人从那边走都会摸一摸 把它摸的特别的光流 这个大哥刚刚也在这拍照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一个文物一样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非常的复古啊 哇塞啊 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朋友们 正前方啊 那个红色的桥是英武洲产阳大桥 它也是武汉的一个网红桥 英武洲产阳大桥 过去的话是阳四港产阳大桥 英武洲产阳大桥 是武汉的第八座产阳大桥 对面汉阳 武汉产阳大桥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1957年10月15日啊 通车运营的啊 武汉产阳大桥 总投资的话是1.38亿人民币啊 哇塞 非常的壮观 这边是桥头堡啊 从这边可以上到产阳大桥上面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